在那遥远的时空闪烁 是那神秘的古老传说 经过漫长的岁月错过 灭留在我心中 他们是一群真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进行动作 一经条件先摆着前方 经到海了都穿过 传说 传说在那变幻落策的某个时空 传说 传说他们千变万花能隔线神佛 传说 传说人变时光流转 但争气不灭 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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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人变时光流转 但争气不灭 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 传说 出品 region 小鹊 could 吃吃吃吃 的 和我为家 飞升高 三尺八 胸态无虎装死 嗨 太会了 看 拙活 好大一棵树 带鸟 带鸟 你在哪 傻鸟 你以为你躲在树上我就抓不到你了吗 做梦 你在站 别跑 水 是吸水 好甜 小姐的眼力越来越准了 可惜没能射中刚才那只野兔让他给跑掉了 那野兔跑得真快 什么野兔 你们刚才差点射中我 就这眼神你们还射箭 这位壮士刚才多有冒犯 这位小姐的眼神请别在意 好美 你在那傻愣愣的看什么 快回答小姐的话 没事 反正也没伤着我 我倒想为这头母鹿熟身让他回去和自己的孩子团聚 你倒是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从小失去了父母 所以 对不起 刚才我只想着涉路 没想过他还是一位母亲 没关系 人非圣贤 说能无故 我都常会犯错 更不要说你一个女流之辈 放心 我会原谅你的 小姐 钱 谁要你的钱 收下吧 小姐 我有的是钱 收下吧 小姐 你的钱 算了 我赶紧先来帮你吧 你很快就会好的 去抓你的孩子们吧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你是谁 跟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小兄弟 别怕 我是专程到这来跟你算命的 什么 你会算命 我们老法师可是超级算命大师 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准不准算完就知道了 把手伸出来 男左女右 这办法这么老土 连我都会 别打岔 闭嘴 老先生 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 因为身材矮小 老姑娘们都嘲笑你是二等残废 所以你上山去学尊高术 可你又耐不住山中寂寞就开了小车 老先生 你是神了 你接着说 你当不了神仙 我又没想当神仙 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娶一个好老婆 要是你肯投奔三山关的邓九公一定能找到好老婆 真的 老先生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怎么不相信 我相信你可以拿他去见邓九公 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师兄 你不是下山去了吗 怎么 我正好路过 想来看看师父 师父现在在哪 师父他外出云游去了 你知不知道师父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往常他出去云游总要搁百月吧 三山关总兵邓九公接旨 微臣接旨 特方邓九公为征兮大元帅即日发兵征讨西旗 大帅 千策 那良想何时能到 由于连年佣兵国库空虚 大帅只能自筹良想 这么多的良想我到哪里去筹 这还不简单 京城大款万宝权刚被封为上将军 万宝权那个万户猴 大帅 听说您的千金郎才女貌 这位上将军透过来说美 这种时候说什么美 大帅您有所不知 这个万宝权不但富可敌国 还深受娘娘器重 您的女儿若能嫁给她 就有想不见的荣华富贵 小女年纪尚小 此事暂不考虑 这个家伙不识台识 小姐 小姐 有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死丫头 你胡说什么 我可没胡说 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我刚从老爷那儿听来的 孩儿拜见父亲 小姐 尘玉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跟你说 是什么要紧事 您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 为父就要率军去讨伐西齐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 明天回老家去 不 我不回去 我要随父亲一起西征 不行 这伙反贼十分厉害 此次西征凶多吉少 我不能让你跟着去 听说父亲正在为筹集西征大军的良想发仇 要是孩儿能帮您弄的良款 您就答应让我随您西征 好吗 父亲 这个 我 多谢父亲 孩子 我还没答应您 你又在跟爸爸玩什么花样 虽然身高三尺半 胸盘五股壮四汗 小姐 你怎么不走了 回老家 应该走那条路 小姐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不 咱们不回老家 咱们快走跟我走就是了 蓝氏英雄西四方 壮士 小姐 请问壮士 你刚才唱的那首歌 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啊 是我瞎编的 写得真好 我最喜欢虽然身高三尺半 胸怀五胡装四海这两句 真的 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风铃鸡许 家住哪里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我姓邓 名禅玉 原来你就是邓大帅的亲戚 深夜之人土行孙正要投奔邓大帅为国效力 没想到你除了心地善良还有一片报国之心 我得求你一件事 行 一百件也答应 这些事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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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脚 咬他的脚 咬他 咬他的 咬他 虹头元帅 你要是输了 我就不给你饭吃 咬 赢了 我的虹头元帅赢了 我说尚将军 红头元帅赢了 咱们也该上路了 你不是为大王任命为三山官总兵了吗 你要我去哪 去讨伐西齐的叛军 我告诉你没门 我不去 我买那个总兵的位置 还不是想去登这小姐做老婆吗 登九宫不肯把女儿嫁给我 我还去当那个总兵干什么 你买了总兵就是军人 不遵守军纪是要受罚的 狗屁 什么军纪不军纪的 老子无非再花几个钱把那个总兵给辞掉 报告尚将军 什么尚将军 老子现在不干了 是 老爷 三山官总兵千金邓禅玉小姐来了 邓小姐就在门外 还干 你明明知道我感情受到了伤害 还在伤口上撒盐 站住 我被逗免了 你不敢 没准是邓九宫不乐意 他女儿倒钟情于你 你呢 展玉小姐钟情于我 是啊 现在有谁能花上二百万两银子买个总兵 对 她喜欢我 有道理 老爷 大饭头 谢谢害我错十两斤 别跟他较劲了 快去接邓家小姐 好 要是门外来的真是邓家小姐 我就赏给你们美人一定金子 多谢老爷 如果不是的话 看见没有 每个人十个嘴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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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